這個雲端白板裡面的部分就是剛剛的這個畫面 106對不對 106裡面的話 當然完成畫面裡面有這一些 當然其他的部分 我們要做出第一個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特別注意 上面會有一個綠島旅遊資訊 然後底下我們按部就班來做 分別要做什麼呢 分別做一個什麼 一個List View 這個我們上禮拜做過對不對 然後再做一個把圖放進來 那圖放進來之後的話 這邊一樣要做什麼 做一個圈弦 不過呢 記得在你的電腦裡面是圈小小一個 那在手機裡面 因為我們的手不是滑鼠 所以點的時候 有沒有 這麼大一個跟滑鼠不能比 所以你要圈大一點 不然的話怎麼 奇怪怎麼都點不到 因為你圈太小了 不是 你就說我明明有圈啊 你要想到使用者的那個 你不是說每個人手指頭這麼靈巧 手指頭也沒那麼小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它圈大一點 OK 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在下面要做一個net bar 要坐在哪裡呢 坐在底下 底下叫footer 這個上面叫header 中間叫content 有沒有 所以它分成三個嘛 這個叫head 頭嘛 身體跟腳 OK 所以你會發現它這個就是一個模擬這個身體的結構啦 那當然如果前一題是沒有footer啦 所以沒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這一個部分要 而且它會捲動 所以捲動的時候一定要固定在footer 一定要固定在這裡 那我們按部就把一個個來完成 那首先剛剛已經新增了五個網頁對不對 應該要五個頁面了 不是五個網頁 五個頁面之後的話 那再來我先關掉一下 OK 好 那五個頁面之後請各位自行在輸入什麼 輸入需要的東西 哪些東西呢 包含就是說 在data這個裡面有沒有 把下面綠島機場 然後貼上 南寮漁港 那個海生坪 朝日溫泉等等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出什麼 先做list review 那還記得list review怎麼做嗎 我這邊做出來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子 有沒有 它就是會自動你有幾個選項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放進來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等於是複習上個禮拜的部分 首先的話呢 原來的東西裡面 中間不是有個頁 有個內容對不對 你把那個內容兩個字刪掉 再來把 總共會有四個項目 假設這四項目 因為可能重新再打 花一點時間 我就先打好了 然後放在記事本裡面 把它貼上 把它加上來 加上來之後要做什麼呢 第一步 第一個先打字 第二個怎麼樣 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切到HTML 如果預設已經HTML就OK了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項目清單 或者你按右鍵 其實我印象中 好像也有項目清單的樣子 清單裡面也有什麼 項目清單 然後看你哪個方便 然後直接點這邊好了 點下去 OK 如果這一點的話記得 有的時候在記事本打完之後貼過來 它會不是換行 而是 它是換行不是換段 那換段就是重新再換一個Enter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會想說在網頁有什麼差別 其實網頁BR就是換行 那如果我把它換成段的話 它就是一個P 所以切過來之後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P就是一個換段 然後呢 因為我是項目符號 所以假設我把它先取下來 這邊有沒有 它就一個P P的話就是換段 換段跟換行有什麼差別呢 換行就是中間不會間隔 那換段的話中間會間隔 表示一個段落一個段落 換行是同一個段落 這個地方的話順便講一下 網頁設計裡面有P跟BR 兩個差異 我想各位有概念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把它做成項目符號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特別注意哦 我們要做清單 如果你這樣即時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那這個跟剛剛的差異有什麼地方不太一樣 第一個當然因為它字太小了 你將來點會不好點 如果在網頁的話 比較好點 那我們再來做什麼 做超連結 所以選取它 底下的話就是什麼 頸Page1 這個我想之前做的還蠻多的 然後分別怎麼樣 那把1234全部做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做123 分別把它做完哦 它才會有那個Listurview的那個效果 4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 OK那切換到即時看一下 欸有了對不對 那當然你可以點擊 會跳到Page1 然後 不過問題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手 畢竟跟滑鼠不一樣 滑鼠因為它比較尖 比較好點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放在手機裡面有沒有 放這樣子其實也不OK 很容易點到別的地方 所以怎麼辦呢 欸要把它放大 而且最好一長條 怎麼點都會是很好點 對不對 所以要把什麼呢 效果方法轉成Listurview 怎麼轉 特別注意哦 上禮拜有講過哦 第一步的話呢 請你把這一個 一整個選起來 好 那選的時候特別注意哦 有一個技巧就是說 你在選的時候哦 要記得把整個選起來 整個選有時候你這樣選 選不到整個哦 你會發現哦 他選的時候呢 會只有選到部分 其實他這個項目方法 一定是UL到UL 這個才是一個完整的 好 那我們必須要把它整個選起來 可是你如果才在這邊選的話 是無法整個選起來 那你可以哦 幾個方法 就是第一個 你可以移到城市碼這邊 把UL到UL選起來 但是你會發現哦 這個可能對一般來說比較困難 或者你用第二種方法 下方是不是有UL 你就點這個UL 他也會選 幫你選這個啦 我覺得這個方法比較簡單一些些 所以第一步 你就有不要放這邊就可以了 第二步呢 找到UL 把UL選起來 有沒有 他自動會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這個招 我覺得會比較OK一點點 對哦 再來的話呢 再切到 右上角 標籤 檢視器 裡面有一個叫 JQuery MOBA 這個前面有做過啦 所以這個我想 可能會忘記的 應該是忘記這個部分 然後做什麼事呢 把它的DATA RAW 這個可以再拉開一點 就是把它的角色 換成ListView就可以了 所以記得DATA RAW 然後它一定是DATA R開頭 所以往下找 它會英文字母排列 DATA RAW 改成什麼呢 改成有沒有一個叫ListView的 有點下去對不對 這個時候的話呢 請注意看哦 這個地方哦 就是一定要UL 選了之後 這個資料标籤 找到JQuery MOBA裡面的DATA RAW 這個地方 然後 點擊它之後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哦 它的UL的後方 就會出現什麼 DATA RAW 等於ListView OK 實際上當然你會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自己在這邊打字啊 也可以啦 只是說 這個我覺得 好像對各位來說 比較困難一點點 我的話OK啦 但是 有些那個書裡面 就是教你們用左邊的 可是這個工程師OK 可是一般人不太OK啦 那你將來熟之後 兩邊最好都可以 當然最好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點擊這個ListView之後 會有什麼效果呢 點擊有沒有DATA RAW 然後有個ListView 點擊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時候做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在這邊有沒有記 有沒有 它幫你加了這個東西 實際上本來沒有的對不對 等於點擊的這裡 它幫你加了這個 而且加的位置 一定是在UAL的後面 如果你沒有加錯的話 那這個效果一定就出來了 OK 當然如果說你不想記這邊的話 你就是 你看到程式嘛 就討厭的話 你可以不用理它 OK 你反正這邊做對的話 效果應該就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哦 項目符號如何變成一個 一個清單檢視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做完之後的話 按即時 OK 有沒有 清單就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 當然你用手指頭點 應該會比較好點 如果你剛剛用那個 項目清單點的話 應該就沒那麼方便了 那其他的話 當然如果說你希望變個顏色的話 其實有沒有就我剛剛講的 我們之前講的 DataSync 這個它的步行主題 印象中如果你要改個顏色 應該也OK 有沒有 就是這個ListService本身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你點一下 它有沒有變藍色的 那如果你要變成黃色的 就是E嘛 變黃色 有沒有 OK 也就是說以後 你要針對哪一個東西去變顏色 就有 有那個五種顏色啦 有沒有 黑藍 銀灰 黃 就是五種 第六種沒有了 除非說 你要到那個JQuery Mobile的官網 你要去定義 它有很多種顏色 可是你要額外定義 額外定義好像有點麻煩 後面我想應該沒有時間講到 不過如果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到JQuery Mobile的網站上面 它有教你怎麼去定義新的顏色 並且可以把它加進來 這樣的話 你可以做更多變化 比如說你這邊 先用個 白色的話 銀色的 銀色其實有點像白色的 有沒有 就這顏色 那灰色的話是D 反而D好像比較接近白色 黑白銀灰 黃 銀色好像比較像灰色 OK 所以這個是它一個第一出來的顏色 這個我想你不用死倍啦 反正就是多點幾下 你大概就記起來了 好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項目符號就OK了 所以把它切回來 好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什麼呢 把項目符號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List 清單檢視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List View 畫面先給各位一下 好